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在很多网友看来 肖战似乎已经出道很多很多年了 然而 事实上他进入娱乐圈的人生才仅仅七年 其中更有三年的时间数默默无文型 只不过他成为断层顶流的时间已经长达四年之久 且中间还有一年属于全网黑后神映 可依旧没有妨碍肖战如今的地位 有网友好奇 肖战还能够继续在顶流之位上待多少日子 他何时才能走下神坛 亦或是内于何时再能再出一个比肖战更加牛的存在 顶替掉肖战的地位 然而 这一点似乎并不会发生 肖战之所以定 之所以是内于蝉联四年的顶流 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价值 肖战有着有持续的核心竞争力 且不可替代 在肖战出现之前 娱乐圈没有什么是不可复制 不可替代的 流量的时代 每天都会有新人产生 新人不给力的时候 资本推也能将他推上去 但偏偏出现了肖战 偏偏肖战成为了那个不可复制替代的存在 因为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价值 下一个肖战跟肖战相比 似乎比肖战更 念于从来不缺这样的通稿 但是往往这些通稿的主人公都只能小范围的被人所熟知 属于在自己的专属粉圈中的爆 在真正的大众视野中 属于差无此人的存在 肖战的人生的确很传奇 他完成了一个普通人该有的学习路径 正常的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甚至他的大学也不是娱乐圈艺人所在的电影学院之类 而是工商大学 甚至于他在大学毕业之后还工作了一年 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肖战的前25年 就是普通人的25年 只不过肖战在那25年中 他就已经做得比大多数人都成功罢了 进入娱乐圈7年 肖战有过短暂的糊糊时间 他迷茫过 也挣扎过 一个人坐飞机去剧组试镜 因为不听公司的话一度被雪藏 因为是团队成员中年纪最大的被团粉排挤 但异常奇妙 4年前 肖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也许没有那常著名的数字事件 肖战的粉圈也不会有如今的牢固 肖战的路人员也不会有如今的盛事 如今肖战的地位谁都想要 肖战的成功之路 看似可以复制 但实际上他们敢吗 从表面来看 肖战的成功不在乎就是一部陈情令破圈 在这蛊火将袭未袭之时 突然爆发了227事件 由此 他的那些路人粉们直接被虐成死忠粉 不认识他的网友 也因此而熟知他好感他 不外乎此 但是从深层次剖析 肖战在那近乎一年的网爆中 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出来给他倒游 没有一个素人朋友出来说过肖战一句坏话 黑子们对肖战展开全方位的攻击 却也没有能够找到任何黑料 只能空口污蔑所谓的坚果腿短 是肖战砍断的此等笑料 想要复制肖战成功之路的艺人们 可以想一想 如果经历227事件的是他们 他们能够经得住如此巴料吗 25年的普通人生 初到7年 顶流4年 中间被黑一年 肖战就是如此神奇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感谢您观看影片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